那沒有太多心理建設 我是在那邊帶給大家歡樂的 除了從身上剃掉了自己媽媽給我的毛髮 有點心疼以外 然後我上戲第一天我就都花光了 所以一到我發現 原來我的衣服都是有袖子的 可是他們都不會用美來形容我 在片場看到我都是 嚇到 也沒有嚇到 就是類似像吉祥物的感覺 認真在辦案跟在那邊 彈琴說話也都看到我會不會有點不舒服 我真的有點擔心 你知道兇手是誰嗎 我是蠻驚訝 看到兇手也是 而且我裡面 我覺得我是很主角 我認真把他當作是自己的戲在演 那就是大家的吃不要吃太飽 然後音量不要調太高 其實我只有幾場戲 其實不多 但是我的戲很好玩 我的戲不像錦華跟欣如這麼的辛苦 也是賣色的嗎 嗯 咦他們不是賣色的嗎 怎麼 他們在 他們賣的是一種關懷 做這樣的扮相需要做心理健身 其實因為之前有去找過一些第三性的朋友 那我的角色不是變性 就是大家不要寫錯 當然我有去找有一些已經改變自己性別的男性朋友 他已經變女性了 甚至身份證也改變了 我有去找他們聊天 了解一下他們在想什麼 他們怎麼 怎麼渡過他們 渡過他們平常的生活 那他們平常的職業是什麼 那有相關的職業的人也有去 那我跟他們吃飯啊 我去他們工作的地方消費啊 那總是要感受一下他們帶給我們的氛圍 那沒有太多心理建設 因為主戲不在我身上 我是在那邊帶給大家歡樂 除了從身上剃掉了自己媽媽給我的毛髮 有點心疼 當我上戲第一天我就都花光了 所以到了發現 原來我的衣服都是有袖子 其實我記得我在開拍前 我在新店的路上 有一台公車經過 都沒有人 但是看到最後一個位置的時候 後面的位置 最後面 坐著一個長頭髮的女生 穿粉紅色的蕾絲的那種洋裝 當他回眸看我的時候發現 他是一個男生裝扮成女生的樣子 然後他就在公車上對我微笑 真的真的真的 就在我接演這部戲之前 沒有幾天而已 而且但是那一 因為他對我的微笑跟眼神很打動我 是鬼故事嗎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只玩笑到 不是 不是 對 那時候我就會自己腦補 他是不是早上有其他職業 他不太可能一整天都這樣裝扮 或是說他是下了班之後 特別打扮以後再坐公車出去溜搭溜搭 然後我就會覺得 如果說當時的他是這麼自在的 我很替他開心 我很替他開心的 所以我演的時候我也沒有騙人 對 我就覺得 很爽 可是他們都不會用美來形容 他們在片場看到我都是 嚇到 也沒有嚇到 就是類似像吉祥物的感覺 很擔心我出現會有點破壞他們的 他們塑造給大家的世界 對 人家認真 認真在辦案跟在那邊 談情說愛 都看到我會不會有點不舒服 我回想我當時的演出 我覺得 好像是另外一個世界這樣 你是知道凶手是誰嗎 我是滿驚訝 看到凶手也是 我自己猜不到 嗯 我覺得 小杜哥劇本這次真的很厲害 裡面 我覺得我是女主角 我認真把它當作是 自己的戲在演 真的 我把 就是只要我出場 我就覺得我是 萬眾全目的女主角 那就是大家的 吃不要吃太飽 然後音量不要調太高 我是覺得劇本是很厲害 結構 然後環環相構的部分 加上懸疑 勾著 殺人世界 再加上 80年代的 酒店文化 再加上 還有我這種所謂的 會變裝的 媽媽 還有其他的故事 會很期待讓大家看到